然後阿林這樣之後 自從那個新聞報出來 是不是有影響到你的粉絲 或是粉絲有想到心碎這種的感覺 其實好像沒有 他們都是說希望我很快樂 過得很開心這樣 希望我開心 目前工作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對對 謝謝 欸 目前我們沒有新的寫真 對 可能要拿小失望 目前今年還沒有這個計劃 但是每年的年底都會出一些寫真閱歷 就是當初一想說自己年紀也到了 然後也希望自己有一些不一樣的服 也為以後未來鋪一點布 怕大家看膩你 對 怕大家看膩了我 欸 其實我之前在年初的時候 已經有拍戲了 但是就是一個客傳的小角色 那這次呢 也很開心就是 也有受我日本邀請 然後也會在日本客傳一個角色 對對對 那你是不是寫真 欸 目前我們沒有新的寫真 對 可能要拿小失望 目前今年還沒有這個計劃 但是每年的年底都會出一些寫真閱歷 對對對 就是每一年的作品 大家想要收藏的作品 對 寫真閱歷 你會給你笑嗎 呃 我會給我身邊的好朋友 或是生妹們看過 這樣我就可以看到 對 就是大家剩下的人要自己購買喔 對 其實尺度上因為有跟日本的高爾夫球 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之後呢 尺度就有稍微拿捏一下下 對 對 對 所以你會不會穿就比較不保守啦 對 就是看風格啦 就是看就是 對方 願意接受的 對 廠商願意接受的程度 然後我們就會進行溝通 對 欸 我們剛好在八月底的時候 會去紐約 然後大都會表演 然後 九月初 我在生日人的時候 也會去日本跟日本樂天旅遊 有一個合作的業配 對 然後九月中好像會去那個 拍廣告 拍廣告 對 謝謝大家 就是一直以來對我的照顧 嗯 就是最近呢 因為我師妹她很照顧我 她動不動就會問我說 妳要不要吃飯 因為我身上都會帶很多零食 然後我看到她說 欸 要不要來吃一下 她就會說 喔 好 要來一點這樣 對 或者是我下班的時候 她就會幫我叫外送到我家 就是很照顧我 就這樣師妹比男朋友還貼心的感覺 師妹就我超級好 我超愛她的 沒錯 不可或缺的 不可或缺的師妹 然後妳這樣之後 自從那個新聞報出來 是不是有影響到妳的粉絲 或者是粉絲有可能心碎 這種的感情 其實好像沒有欸 他們都是說希望我很快樂 過得很開心這樣 希望我開心 目前工作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對不對 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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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